大家好我是LoLo 今天更新了1.03版本之後 以前一些不可以玩的武器都變成新版本之子 現在流行的出血感應流可以再發揮得更好 今天會介紹兩把可以對應出血感應流的武器 除了這兩把之外 其他有感應加成出血的武器都可以玩 就留給大家自己發掘了 第一把武器施生血海 可以先看看加10之後的數值 感應是可以增加出血效果 這把武器有感應加成 所以如果感應越高出血就會越快 我現在的感應只有31 其實是不高的 如果你的感應可以達到60左右 你就會感覺非常之不同 而且他的戰技也是超級型 而且很痛 如果配合一些護符 例如火對蠍 雅力山大的碎片 這些可以加火屬和戰技傷害的護符 都會令到你的戰技更加痛 而這把獅山血海獲得的方法都很簡單 只要來到雪山區的安揭教堂 之後會有一個NPC入侵 打贏之後就可以獲得這把獅山血海 還有一個老人頭 給大家5秒看看老人頭的Cosplay 然後就到第二把武器 就是這把雙頭刀 相信如果你有玩雙頭刀 都應該知道什麼是跳斬流 但我用起來不是太順手 所以我都沒什麼玩雙頭刀跳斬流 雙頭刀跳斬流是因為跳斬流 就等於打了4下 所以出血會更加快 再配合出血感應流 就很厲害了 而這把武器的戰技也是很帥 如果你有玩雙頭刀也可以試試 而獲得的方法就是解血子獵人尤拉之線的時候 你會去拿那把牆牙去到馬利卡第二教堂 打贏了那個入侵NPC 他就會送給你 平日我都會直播玩這個遊戲 大家有空可以一起來討論 研究交流這個遊戲 影片有幫助到你的 都幫忙按個訂閱分享讚 有你的支持才是我繼續做影片的動力 影片後面就是我換了這把 新武器打BOSS的過程 有興趣可以看下去 多謝你的收看 拜拜 不是那麼耍色 開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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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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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